如果說有反對的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委員表達一下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確認 就這個案子只具備這個文化資產價值 沒有反對 好 您剛剛講的文化資產是指估計還是理解 第二個要開始談 好 要解答 就是說如果大家不反對 那麼本案基於我們過往的這些討論 那麼正反雙方的意見 那麼大家都認同 因為這個委員會剛開始就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希望能夠在公開的狀況下面 能夠落實到專業審查 那現在大家如果在這樣共同討論裡面 第一個 我們具備 確認具備文化資產價值 那如果沒有反對的話 那我們要請文化局來說一下 確認具備文化資產價值 接下來給予這個文資身分有怎麼樣的一個 來 方案 好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文化局報告 那大概依據文化資產法 母法的那個第三條的文化 那有行文化資產該有些項目 那今天主要在古基地史建築 進行新建築 那剛委員有討論到聚落的 我跟委員講一下 聚落裡面也可以指定 古基地史建築基金建築 所以原則上 將來要指定聚落 或文化集團 跟今天的指定是不相妨礙的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 文化局大概就上次開完會 再做一些資料收集跟整理 那今天比較清楚的 有四點已經符合這個 我們古基指定廢紙辦法的第二條的部分 那我們高度的歷史性這邊是 第一點的部分跟第四點的部分 大概已經是適時可以查證的到的 一些狀況 那也請為一個參考 那第三點的部分 大概是在去稀少性不易戰線 那包包剛才有提到的 許文副教授做的指摘 其實相當於這個 庭院的保存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在這一點裡面 也符合這個第二條第三項的指定基準 那至於剛有提到改建的部分 其實我們調查 確實有一些它跟原先的日式建築 不太一樣的地方 那其實根據UN聯合國的這個文化資產 指定的一些縣章 你們也其實提到 那跨越不同勢 但因為居住的人的不同要求 其實是在建築形式上會做一些更動 那這些更動 是不是也可以作為歷史的一部分 我想徐老師對縣章的研究非常清楚 然後這個部分我們也把它納入 所以在第二點的部分 也算是指定我們的要件 那以上四點 由我幫我講要做陳述 謝謝 所以就身份是這個指定 那麼他應該有剛才我原相提到的紀念性的建築 歷史建築跟這個主機 就只有三種來做投票 對 那就是說這三種 這三種身份 那麼他本身具備的這些文資的這些價值跟意義 我想我們在過往都有這樣的一個討論過 那是不是就是說 請大家來表達一下 就是我們在委員上面的看法 那麼就三種這個身份 那麼應該給予哪一種身份最恰當的 是在跟主席委員補充報告 今天其實在上次的會議裡面決議是保留要繼續討論 就是要討論身份的問題 那身份的問題其實跟剛剛有一個人 或是實施者邊提出來的有點不太一樣 他不會太顧及到後面的錢跟法律的要項 錢跟法律的要項 當國家要治癒人這樣的一個部分 那台大的部長 可能也沒有辦法完全收過 那這個部分當然文化局會跟文化部就修法 還有後續的錢來做後續的討論的話 是經費的部分 那如果將來有需要修法的層面來保障各位的 文化局會經歷 好 謝謝 我想就是說三種不同的身份 那麼指定了以後 那麼後續當台委員也好 或者是說我們登記發言的這些朋友也好 都有提到就是說保全跟怎麼樣建物 你這個現有的這些狀況的重啟 那麼都有不同的方式 有不同的身份 那麼他會有不同的這些限制 那麼在這種狀況下面 我們當然希望就是說在專業審查完了以後 食物能夠兼顧雙母或者是多餘 我也畢竟了 當然也有委員提到 就是說文化資產的保存 我們是要長遠的走下去 也不是說一定說這個個案的勝利就是全部的勝利 但是個案的失敗一定會影響全盤文資保護的場面 所以我想就是說 針對剛才的文化資產的價值 經過這樣討論以後 那麼三種文化資產的這個身份的指定 那麼各位委員有沒有什麼具體的看法 根據以上的討論 我是不是提議我們也與市令古蹟的身份 提前我也會來考慮 其他文化有沒有意見 來 請 因為今天的討論很多 那對於本地這個標的的畢點 的確過去有余大尾將軍 余留的一個市政 那可保留是空間啦 我個人是比較建議你發成立事件 其他委員還沒有意見 針對剛才這個由委員提告 如果在這個指定這個市令古蹟的部分 大家可以見 因為我想我們剛剛討論後 我覺得這個案子的文資價值 它其實不是在它建築物本身 而是我們看到在台大利整個歷史 其實也不是只有余先生一位或他家 這非常多 所以我個人也覺得這個案子的價值 應該是在剛談到比較多是那些 那些無形的這個歷史文化之產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應該是歷史建築 我個人覺得是比較強的 歷史建築是有欺騙的 好 其他委員還沒有 我覺得今天討論它是一個朋友 不過怎麼決定呢 會不會違反一個善事的決定 我們善事說他有古蹟家族 才報到文化部 請他們的歷史 所以文化部說 要我們先有一個身份給他 如果我們今天不是古蹟家 這個歷史也不需要 不需要報到什麼 那變成我自己打自己最麻煩 會不會有三十年 請各位考驗一下 還有一個我剛剛也提過 就是說文化智商討論法 開宗裡面 他就講到普遍平等的參與群 另外還有個發言 不需要文化 這兩點在這個領域裡面 看得不清楚 我想各位還是 不慎重考驗一下 比賽 好 我們其他委員還沒有指教的 來請 我也是支持我們把它指定為市地圖基 然後依文化智商保存化 第十七條第三項 我們可以提到到中央區 如果你不是的話 因為歷史建築只有地方性 沒有國家的 沒有國定的 因為我支持局長跟薛偉的意見 好 其他委員會有不同意見 來 蔡委員 回到這個本地的空間 因為我在多次縣刊裡面 我的確有去過一次 其實那次的討論 跟其他幾個問題 也是比較著重在這個聚落 因為這條巷子對面有中央宿舍 然後有海報的附居等等 事實上整片環境跟建物 事實上是比較完整的 必須要承認的 就是說我們台北市包括溫州街 所以現在很多地方 一個街坡裡面 只要有一棟新的建築物 其實對保留下來的建築物 其實 雖然是保留了 可是壓迫感還蠻大 但我這樣講 我其實並不是反對 他本身文化資產價值 而是認為說 這樣一個基地 我們兼顧情侶法 因為實施者 實際上走了多年 我們必須要 剛剛也提到 必須要兼顧文資跟 都更的一個平衡的狀態 那在這狀況下 我認為 不是盲目的就把它定著在 非怎麼樣而已 就是要讓它有個彈性 那歷史建築的話 就是它其實有很多種 可以有創意的做法 那回過來回應剛才說 之前報文化部 會要補給如何如何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不必要去報文化部 這是台北市的事情 今天已經回到台北市文字會 我們經過充分的討論 然後跟同意跟反對的案子 的一些意見 我覺得就像很多其他台北市的 文化資產的標的物 在這個會議裡面 我覺得應該就是可以決定 以上 謝謝蔡委員 現在可能就是 剛才的發言重點 應該就是在這個 市令古蹟跟歷史建築 這兩個議題上面 那看看其他委員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我覺得有點誤會耶 因為我們這一次古蹟指定 集廢指辦法 我們古蹟的指定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款是 只要下列基準之一 三個基準之一就可以 裡面第一款是 具有高度歷史藝術或科學 還有高度歷史價值 還有我們的文字法 二十四條第四項 因為重要歷史事件或人物 所指定的古蹟 怎麼樣呢 因為人物而指定的古蹟 我們現在只是 只是真的是對我們所發的 因為都更愛的那個 那個可以再看怎麼保存 那個可以雙方一起 再來看要怎麼保存 我們也曾經有過很多方式 那我剛剛一直講 台大醫院的光榮也是一個方式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再講 這個換位員強調的就是說 施定古蹟沒有影響的自由 對對對 我的意思是說 不要因為是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 我們就認為它不是古蹟 它是可以的喔 它是可以的 重要 還是要跟委員跟主席報告 那剛剛黃老師已經講了 如果我用歷史建築的指定配置辦法 它只要達到其中一項 原則上就可以來討論 那另外 我們其實在859這個部分 現在各位可以看到的部分 其實有一些裡面的日式建築 是可以用這一棟製造的 也請委員來參考 其實有很多可能都還達不到水準 當然我們必須講說當年指定 或是會堪的時候有它的原則 但是現在這一些 其實有很多都是提升上來 我跟各位委員報告 好 謝謝黃老師 這個 我覺得 縣市的古捷跟國立古捷 最大的轉移不同 就是不管是人物的時機 它是全國捷的 還是只有台北市 我想余大偉先生的貢獻 不只在那裡 它是全國捷的 所以因此我們上次的決議 就是要報告中央 有中央去推薦 第二點 從這個第一圖 很明顯看不出來 剛才剛才提的 這個206這個是余大偉先生的故事 它現在都更範圍是有兩大塊 結成的 事實上這一塊 我們如果台大退出都更的話 事實上這個大部分的私有 就只在這一塊 它還可以持續地辦都更 而這個讀根就有可能要 阿朗寧委員協助他們 是不是能夠用最快 最簡潔的方式 達到 甚至我們建議 不凡有一些 憂惡的講義和錯誠的方式 使他們達到他們所要的資金 我想這樣的話 這是一個比較厲害的 一三之間 然後一些電視台會員團員 有資料在寫 剛剛薛委員 就 我的業務部分提出 所以我接下來還是以讀發局代表 而不是以文字委員的身分發言 兩個都是 好 應該這樣講 薛老師您剛剛說的議題 這個基地 我一天去看兩次 因為我要觀察所有的狀況 我一天要去兩次 因為我知道兩個事實 今年的六月 台北市府發了這個案子的 建造執照跟財主執照 今年的九月 文化局再度探勘 他的會議紀錄 今天各位坐上游 大部分的委員們的意見 也講得很清楚 不是古記 例件 等等的 可以考量 所以這個會議紀錄有 那現在開始回應 薛老師剛剛的問題 所以 我為什麼看完兩次以後 我這整本圖 再看了一次 能跟老師說明一下 他這個基地 他最大的挑戰在地下室的開挖 如果地下室只開挖這裡 薛老師您是建築師 你知道它的效率會很不好 所以才要用到這一角 那純粹就技術上來講 如果能夠用到這一角的話 如果這個建築物 我現在講 余大為先生的故居 如果他可以移動 但是他具文資身分的話 那這個案子會雙贏 雙贏的意思就是 這個都更的腳印還是一樣 只是余大為的故居可以移動 而且是在基地內移動 比如說轉個90度 在技術上這是做得到的 所以我清楚回應薛老師剛剛的問題 在都更上如果只有右下角這一塊 我知道其實是容積的轉移 但是他問題是他背後的巷子不夠寬 會使得在都市發展的角度上 這個建築物也會突兀 以上 好 謝謝 我想請剛才的發言 還是就是說 我們在專業上 我們希望就是說 文化資產的價值 在專業上它能夠被認定 但是認定的過程裡面 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對各方的衝擊 讓文化資產的路 能夠長遠的走下去 所以剛才余委員的發言 我是林鄭銘局長 也是文智委員的發言 他其實就是兼顧這個方面的思考 我還是要提一下現實 雖然我們就不願意面對現實 一個都更愛成型 現在的政府程序非常反俗 那剛剛談到的基地 如果重新化的話 那這個控制權更不在市政府手上 市政府手上接受的申請 那旁邊那幾部 現在大樓 他們就拆 然後加入 這個其實就是諸多問法 好 即便願意的話 可能這時間要歸零 再歸零到四年前 所以我覺得這個構想 從事物交流來講 只要讓文化完整 我覺得歷史很好 而且也必須承認 我們現在其實土地四有之 即使再小一個地塊 都不是那麼容易 像下棋一樣可以依賴出去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現實 雖然我們最不願意面對 它是存在的 好 謝謝 其他委員還有 謝謝 我想我們還是得回來 回到這個本題 剛才正反兩個案子的這些 大態的狀況 我們現在心裡都有一個復案 但是就是說 我們從文化資產的價值 我想在這個文資委員會的審議 那麼專業審查 當然能夠堅固 我還是強調 就未來的這些問題的解決 我想我們希望能夠堅固 但是還是得先 剛才這樣的發言 大家可能都了解到就是說 如果指定施定古蹟 那麼會怎麼樣 指定這個立件會怎麼樣 當然雖然也談到說 還要提報這個文化部 那麼上一次的這些思考 我想這些東西我們都可以納在裡面 綜合來看這個事情 最後如果說沒有其他的這個意見 那麼我們希望大家怎麼樣來表達 所以說現在是具體養的案子 來建立 來 一個有文化資產價值的建築物 這個在同一個基地裡面 做移動是有潛力的 當然像這個大大臣教會 它移動 移動了大概八公尺 那麼最近那個靖南教會 它的主日學它也移動 不過它移動是很昂貴的移動法 它是這個等於是平移 然後等到地下室完成之後 它還要再投列區 那剛才那個林局長 你如果認為說在基地裡面 如果能夠轉個角度 當然最好不要轉個角度 但是我知道轉角度以後呢 對於這個台大要跟私有土地的度增 它在用地跟這個設計上 建築設計上會比較游刃游魚 這是純技術的問題 那我想如果這個方法委員 大家可以接受的話呢 我倒是支持啊 它在基地裡面它轉個角度 這樣子的話 在技術性比較不少問題 因為我們知道日本市的這種房子 它基本上根本沒有很深的基礎 它是一種不基礎 就是用那個小磚塊跟小木頭 把它抬高放榻榻米 這種呢在整修的時候 基本上上半部幾乎也都是拆掉的 幾乎是重組 在重組 那如果我們就逮到這個機會 既然它要重組 不妨讓它一到呢 對雙方都有利 這個不失為一個辦法 我想大家可以這個慎重考慮 如果是這樣的話呢 讓它有骨骑身份 它在容積移轉或獎勵 或停車獎勵各方面 它就為之挺高 那你如果給它紀念性建築物 給它歷史建築物 就等於是這個優惠的條件很少 那這個大家就覺得很少 那這個大家就覺得很少 順著利... 順著利... 我順著利隆斯剛才發言 做個持續的意見發表 如果這個重要的建築物被指定成為古蹟 然後到了文化部 如果... 我覺得我們今天大家要的 台北市要的是一個經典成功案例 那如果它被指定之後 如果台北市或中央又有足夠的經費 再加上如果好好的重整之後 它的成就是一個重要的歷史建物 就是古蹟 但是第二個如果是 這個已經推動十年 而且百分之百與法有拒的都更案 可以維持 跟這個古蹟互相做融合 那是第二個成功的案例 我覺得今天大家要決定是 只成功一個還是成功兩個 謝謝 好 來 大老師 就回應剛才那個前面兩位委員講 就是 我覺得我們今天來討論 就是說第一個有文化資產價值 那第二個就是認定身份 那我想各種身份都有有點缺點 這個我想就是主席要當討論 不過我覺得關鍵還是 就把這身份決定 那相對來講 因為剛才也提到就是說 假如說要尋求文化資產 資產跟都更雙贏的話 有可能這棟建築物可以做某種的工作 當然現在因為不是做設計所 不理的來講 譬如說 剛剛有個想像 譬如移到這邊來 它其實是面對著 我們已經畫定了大部分的文化距離 其實它對這個相道是真色蠻多的 我們其實常在畫東西 只是看監獄裡面 微相一點的事情 其實都市裡面的人 像到我們這邊其實更為重要 或是補充前面的論述 熊化資產 增足為必承見的配額新建 就是設計人的改建 有陳租過轉動 像是一種建築 它其實建築本身是經過改變的 但是它最重要的是在室內空間裡 包括剛剛有拿出的那幾張照片 其他室內空間部分其實是改變的 但是我們今天如果要恢復那樣的室內空間 其實有可能 就像李老師剛剛講 這種日式室舍它其實是不夠適合的 所以它其實是在休的時候它也太整理了 所以是不是我們可以保存最重要的這種內部的日式空間 然後跟新建築融合在一起 我覺得這樣會不會更能夠去保存我們想要的東西 而不是我們只是去保存這個建築的一根殼 好 我們再次謝謝這個方委員 來 裏邊的第二位委員 來 主席 各位委員 我想剛才 第二位委員的主席非常能進去的建築 這個事情當然涉及到的資產跟都市發展 等於一點點兩個看 那這中間可能最大的忠誉你才會反對 然後對於這個國際認定的過去的日式想法是 但是不能夠去移動它 完全不能弄它 至於他底下要挖這個地下 挖這個地下還是會有無情爭議 但是確實是在台北市 我在 個人有機會 我也有同意的事 我在那個 林津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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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林津局長 吃過教育的會議 確實在香港在李老師 看到了什麼教育啊 確實有無情移動的教育 但是呢 現在 如果剛才李老師的解決 我相信只要它可以移動的話 這個事情可以滿輕易的解決 因為如果是鼓跡的話 它的這個 容積還可以移轉到 它就不能進去裡面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好的Solution 但是呢 如果看到我們現在在 在這個觀點行程中間的結論呢 是不是要送進文件 要文化部進行國定的即時審議 這個我記得是好像是在 這段時間在大家在討論的時候 一直想到的 那我相信這個什麼 文資局他們也表示相當的這個誠意 說如果這個案子是 施定補給的話 他們也願意來進行投資程序 這個我想大家在底下的 大家都已經看過 如果這個補給可以移動 我們要達到剛才的地方是 大陸或是各位臉書 那種雙門的轉化 卻讓這個古蹟呢 因為移動呢 就不符合文資庫法規定 兩位主委包括文貿梁還有這個 所以 抗山景商戶不就移動 對 就是說是不是可以 那是立建 立建這個組織跟文 紀念性的 紀念建築都可以 但是古蹟好像是沒有移動 所以這部分呢 假如說我們要 到達這個 這個所謂的 古蹟讓它移動的話 台北市是有先例的 讓它移動以後 是不是叫古蹟啊 那 我們可以講說 我不管它是立建的 那我就叫它施定 移動 這個市場大陸層 是這樣子在做什麼 那還是古蹟 我記得還是第100號的 那所以呢 我們現在看我們要不要把它送進了這個文化部群 這個為 或者說這個 變成柏林部群 假如剛才在 我記得田副副長 報告的時候 他有提到 不要跟著 人家看工具啊等等這邊 做一個整個 這個 打包以後呢 一個類似 類似這個什麼 不管是 居落建築局 或者是其他方式 文化警方方式 可以 那這樣子的話 打包進去的話 也沒有太大問題 所以 不然是 這一次 我們文化局 還不是文化局呢 想要這個 比大維所謂的古居 或者是其他文字呢 變成 古蹟 或者是 送進這個 文化文字局去 文化文字局去 我們的體格多強 所以 如果它是歷史建築 它是古蹟的話 我相信 文化學的行李 就可以把它成為古蹟 但是 可以移動 那這樣的話一定是雙贏的 台大也可以參與 都更 龍蟹不會減少 但是呢 單獨要送這一棟 送到這個文化局去 進行國立局 機制審議的話 我個人比較悲觀的認為 當然這個時候 也有做到這個事情 可能 也許文字具有意願 但是呢 我也覺得 我不見得會認同 沒有文字盤 可以 我想 我做這樣子一個 拉扎的補充 以上 報告 所以來 副局長 可能還是要 要提清一下就是說 如果指定是 施定日期 就移動跟旋轉 未來的保存的方式 它有空間嗎 報告主席還有那個委員 當然 一文字法36條 它有一些限制 那那些限制 大概 在國家重大建設 或訪安全 跟公共的安全上面 所以 在理由上面 當然 如果 施定五級 可以用上述 三個理由 報進去 還是要經過 文字局的 委員會的審定 那不是說完全沒有機會 但是還是要經過 文字局的審定 當然如果 我們報進去的時候 連提報都是 國定五級 那就是他們自己審 這個計畫 他們自己審 將來國定五級的時候 的計畫 由國定 文字局自己審 都可以鑽 那原則上 並沒有說死 說 五級不能移動 過去在台北工廠 我們大概也把它移看 然後再移回來 其實已經不是原地 大概差了一兩公尺 跟現在的原先的位置 那有一些 其他的案例 在其他縣市 也有 國定移動的案例 所以原則上 國定移動還是要報計畫 經過中央的審定 核定才可以處理 市長 就是說 國定移動 或者是旋轉 是有條件的被審議 對不對 那麼 如果說我們這個 給他這個市令府基的身分 而到中央以後 中央沒有核定 他是國定府基 剛才李委員已經提到的 這個能不能夠移動旋轉 就回到市政府 是不是 市政府 市府在提計畫 市府提計畫到中央審定 就是說市令府基沒有被核定國定府基 他要移動轉動還是得到計畫 總要審定 意思就是說地方沒有審定權 對 OK 那這樣的話大家就更清楚 就是說 有條件的可以移動轉動 在我們討論文化價值的保存 跟未來的這些多應雙全也好 大家就更清楚 好 那其他方面有沒有意見 事實上我們給他市令府基的身份 提不提報不完全是在市令府 一般人都可以提供 他認為有國議家 他們都可以進行 所以我們給他什麼身份 沒有太大身份 還是要有國際身份 其實不管是國定府基 市令府基 你的要移動 按照這個好回應 都要保存 所以不管是國定府 是一樣的方法 那所以我是覺得 我們在報中央的話 需要特別強調 這個已經是很多的 老百姓的權益的問題 然後另外 我們的世界價值 是在他人物居多 他的歷史居多 而不是在他的建築 建築的結構 我們把它去不清楚 然後我們在審議會 我們的公務員 講清楚 告訴這個中央的一些委員 然後讓我們能夠專運的方式 來完成這個事情 這個法定上 好 其他委員如果 來請 多補充一個問題 請教一下 我想請教 民眾民委員 這個基地 如果台大也參加 但是他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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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這個 這 我剛剛回應 那個主席的 提問 還有薛老師的提問 我去看這個 基地 其實也看 周圍的巷子的寬度 以及環境 就回應李平李老師您剛剛所說的 如果古蹟留在原地 這個案子的地下室開花 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以本案來講 所以剛才我才會用技術性的角度 也跟蔡老師一樣 蔡委員一樣 就是他有文字身分 但是他是可以和都更實施者共同討論 他在原地之內轉移 而且同一個時間我也去 就蔡老師剛好講的 因為這裡更重要的歷史建築本部區都在這裡 也都是宿舍區 包括銀海光教授的主部區都在這裡 所以這整個地區 其實這個地方轉角度 他還是跟大家在一起的 以上 好 謝謝 其實看看委員有沒有不同的見解 就是我們現在可能在指定身分上面 剛才這樣發言 我歸納就是 市令主席的歷史建築 但是在指定身分的同時 大家也都討論到怎麼去未來走得更遠 文師保護得更好 在整個制度上的建立都能夠堅固 那以現在我剛剛請教就是 針對這樣的一個內容 有沒有其他還有完全不一樣的 就請教各位委員 如果沒有的話 我就建議就是說 我們現在這兩個案子都不相上想 就是說在立件或者是施定主機 剛才我看都有各有三位到四位的合同分發言 那麼在這種情形裡面 我就建議就是說 我們現在因為節省大家的這個時間跟效率 我們是不是做個預投票 來做這個集體共識的一個方向 那因為我們還是公開透明的 那要考慮的基因素 各位委員現在在專業上 心中應該都有一把尺 但是不管做成什麼決定 我們只有一個決定 對不對 不管是歷史建築或者是市令主機 我們都要落實剛才這個 這個錢朗老師跟我們指教的 就是說未來的結論 文本的論述 一定要諸多考量下的論述 不要有點遺漏或偏頗 因為這是一個非常困難的決定 所以我也跟在旁聽的同友 也再次的在說明 文資委會的審議 我們現在沒有結果之前 你們大概都還不會開桌子開牆壁 對不對 但是還會只有一個結果 可是我們就一剛開始的希望是 公開的專業審查結果 今天大家都很難 你們也很焦慮 實施者也很焦慮 但是只有一條路可以走 所以我想未來它絕對不會是 大家一百分的滿意 可能有正反雙方 但是我們就嘗試把這個過程 也都讓大家不斷的 彼此互相的觀摩學習成長 如果有付出的 大家希望你們在未來 給我們文資委員會再次的指教 但是我要拜託一點 這樣的過程 事後不要再給我們 在專業審查委員過程裡面 有任何的一些責難 如果要責難應該是責難 我們臺北市政府 這樣的話大家才會願意來 專業上的一個付出 來我們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是不是就準備一個票 那有兩個選項 但是大家心裡都要去盤算 這個一個選項就是這個歷史建築 一個是市定古蹟 那我想這個是一個 要凝聚大家多數共識的一個過程 他不是一番兩分眼的表決 要不然我看也有的會是 但是我們到最後 就是說會讓大家知道 多數是哪個選項 那我們再征詢大家的意見 看這樣的一個多數的共識 大家可以堅持去反對 好不好 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就進行這個程序 如果我們如果同意的話 我們就進行這個程序 好不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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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會把那個後續的投票規則講清楚 我們有投票規則 那後續就是說 第一個 我假設啦 古蹟投票通過 才能夠通過 那如果沒通過 是不是後續可以歷史建築 那歷史建築沒通過 但是後續還是有古畫 這個今年建築 按照我們可以這個 那個現在的了解 大概要一個一個的投票 這樣才會有三分之二給自己 好 來 跟主席跟各位委員報告 其實我們在第一階段 已經確定這棟建築是具文化資產的身分 這部分不用去再做推翻 第二部分其實剛剛主席所言 其實是在於給予地建 或者古蹟身份這部分 那會以多數決的概念去決定 那其二部分 其實我們這邊幕僚建議 其實某部分的委員 其實剛剛在會議中 已經清楚表態說 給予古蹟或身份 那我是不是會建議說 就現場就詢問委員 我馬上做統計 是給予古蹟或身份 因為這種東西其實 在現場我已經在做統計了 其實已經一半以上的委員 都給態度的表達 那當然有部分的委員 大概還沒有發言 是不是就建議詢問 我們就現場做統計 我剛才已經講了 就是說我們現在是兩個案子 等於是預投票 那就是說 為了不讓大家有任何的被干擾 那麼我們再來尋求這個公司 好不好 好 來了這個 如果是這個情形 就不是剛才 我已經有提到的 這個 男主人就案子 我講沒有過後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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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是什麼 他有得了 我講 你真的 我講 我講 你真的 我講 我講 如果大家有主張 就是說 我們要一次投票來三分之二確認 我們就發生一次投票 那就是沒有拆完多數以後 就再來這個投票 那就是一般也可以 可以可以 那就是我們對股基來投票 好 那如果說不達的商資料 我們在股基之間 就理解來投票 好 那我們就針對做一個選票 那個施令股基的認定 好不好 來剛才那位朋友的什麼具體的意義來 您是 對不起 我是提報人 提報人 謝謝提前的機會 因為我明顯在場 都有一個發言 比例非常的清晰 大家挑釁的是勢力 利劍也有規劍 所以沒關係 我是會我共開透明嗎